原标题 朱元璋行刑前问犯人 你祖先是谁 犯人回答后 朱元璋 年死五次相传在明初年间 同五大帝朱元璋的朝堂之上 居然出现了一个不怕死的御史 当着许多朝廷大臣的面 赤裸裸地指出了朱元璋这的缺点 那得不足 这可让两人性格冷酷无情的朱元璋 很是尴尬 朱元璋大怒 作为一国之君 怎能让人如此侮辱 于是朱元璋命人把范文聪拿下 扑出去斩了 当士兵要将范文聪带下去时 他仰天成叹 我范文聪指望皇上能明察秋毫 我死而无憾 朱元璋一听他姓范 于是就叫左右放下他问道 你和范仲淹有关系吗 范文聪答道 我是范仲淹的十二世孙子 朱元璋很惊讶 范仲淹乃宋代贤臣 他从心里一直很敬佩这位宋代的大臣 于是朱元璋决定赦免范文聪 甚至还赏给他一块可以赦免五次的金牌作为奖励 鼓励范文聪以后继续直言尽见 这则 记载不见于明史 或者其他正史资料中 出自明清交替时代的文人赵吉士所写的笔记 纪元纪所写卷二进中纪 可以归为严实一类 展开全文召集是出生在明朝天夕 崇祯交替的1628年 在康熙45年却是 他在清朝的中央和地方都曾任职 参与过清朝朝廷组织的史书编修项目 是一名很有正气的官员 在清朝官场任职三十多年 了解清朝官场的内幕 目睹了官场上的起起伏伏 非常痛恨官场上的贪腐行为 敬佩古代朝堂上 那些为国为民的清官联历 召集是生活的年代 据朱元璋的洪武年间 已经有大约三百年的历史 三百年后的召集是 怎么能够知道三百年前朝廷的事情 另外 在别的书记上没有找到类似的记载 只见于召集是的这本笔记 三百年来没有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为何到了明末清初 却突然蹦了出来呢 所以 笔者认为 这个故事编造的可能性 很大 完全是召集是对内心话语的一种宣泄 召集是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 明末官员贪腐 正着黑暗 天下的百姓是多么希望那些贪官能变得好一些 召集是同年目睹了明朝官府的堕落 深恨那些不作为止贪贤的官场蛀虫 古代文人多喜欢脱物研制 借一件事情或者历史上的人物 来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召集是通过这一个小故事 呼唤朝廷中多出一些敢于直言 清正连结的官吏 召集是写作本书的时候 清朝统治中原的时间并不长 正是重整江山 意气风发的创业时期 可是清朝的官吏并没有比明朝强出多少 三年清之府 十万雪花银 贪污腐败的现象层出不穷 大清每个衙门中都能找出几个喝民血吃民糕的腐败管理 清朝朝廷提高了明朝官员过低的俸禄 清朝的官员除了按时领取的工资 还有一笔养联银 最高的一品官员领取了养联银 可达一万六千两 对 低的六品官员的养联银 也有一千二百两 日常所用的粮食也由朝廷供给 可谓是高薪养联 可是 即便这样的优厚待遇 并没有控制住官员的贪欲 清朝的官员还是能贪就贪 清朝官场的风气将可日下 召集是希望清朝的皇帝 也要学学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整治立志 打击贪腐 多多鼓励和宽容朝廷中的联厉 给朝廷中那些如范仲淹的连结 能带官员更多的空间 便是那些已经堕落无能的官吏 即使有人敢于批评皇帝 说出皇帝的不足 皇帝也不要记在心上 广开沿路 免于惩罚那些直言尽见的正直官吏 如同文中的朱元璋赦免范文从 朝中不会出现 因为直言皇帝而付出代价的官吏 同时 召集是希望官员们能够向范文从学习 做一名正直敢言的官吏 不要害怕因此得罪了皇帝 如果真的是忠心为朝廷着想 皇帝不仅不会刁难那些为国为民的官吏 还会像文中那样给 于范文从免死金牌 让正直敢言的官吏 在皇帝的手下获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